好了,这里就是你这次历练的地方了,老黑,你在不在? 明帅大人,你怎么亲自来了,这次又是什么大恶之人? 明王吩咐了,让这个小兄弟来你这里历练历练,如果能通过地狱之眼的话,就让他离开。 开什么玩笑,就他这样的实力,来地狱之眼历练,这不是找死吗? 我说小子,你犯下什么罪孽了,竟然让你来我这里。 前辈,我来你这里真的是来历练的,我只要通过三层历练的历练,就能重生了。 什么,你还要去其他两层历练,我的天。 行了,哪来那么多的话,这是明王吩咐的,人我就交给你了,等他出来后,你直接送他去天狱那边。 行吧,小子,我可提前说好了,这个地狱之眼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,你如果实力不够的话,真的很有可能在里面丢了性命。 多谢前辈告知,我已经准备好了,我必须要重生。 地狱之眼中关着无数怨魂,一般犯错误的人会被关进去三至七天不等,能活着出来就有轮回的机会,如果走不出来就成为里面怨魂的晚餐。 放心吧,前辈,我既然来了就没想过后悔,我一定会从里面走出来的。 哎呀,真是一个不要命的小子,这就是地狱之眼内部嘛。 哈哈,又来了一个小子,老伙计们,可以加仓了。 好强的力量,既然这样,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就有混沌剑,今天咱们就杀得更快。 见过明帅大人。 他进去几天了? 禀告大人,那小子进去五天了。 已经五天了吗?还是一点出来的迹象都没有吗? 是的,大人,别怪老黑我多嘴,这小子估计已经死了。 冥王说过,他可不是简单的人物,上一任冥王甘愿一起陪他转世,我想一定会留有后手。 什么?上一任冥王就是跟他一起转世的,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? 恨不得,数量这么多的吗?都给我去死吧。 终于晕倒了,兄弟们,开饭了。 丁,检测到异常能量出现,吞噬功能自动开启。 不,为何会有冥王的气息? 这都过去一个月了,看样子他是真的陨落了。 这里面连明帅都不敢说,有能力待上十天,他直接在里面一个月,估计已经消散了吧,真是可惜啊。 看样子,他真的是死亡了啊。 哎,我这就去汇报给大王吧。 我去,你竟然没事。 嘿嘿,运气好。 这可不是运气好就能完成的事情,行了,地狱之眼完成了。 老黑,你带他去天狱吧,我将你这里的情况汇报给冥王大人,这小子是彻底吸收了整个地狱之眼的怨魂啊。 什么? 小子,这天狱虽然名字好听,但天狱山可比我那个地狱之眼恐怖多了。 这里轻易不惩罚人,但只要是惩罚了的人,没有一个活着出去过,要做好思想准备啊。 这天狱这么吓人的吗? 属下见过大人。 事情查得怎么样? 已经查出来了,通过一些手段得知,冥王给了十三重生的机会,让他通过三层炼狱,完成重生的条件。 冥王吗? 果然不出我所料,十三居然真的获得了重生的机会,还让他历练。 冥王这是想要锻炼他的实力啊。 大人,为何你提起冥界会有点忌惮的感觉呢?冥王就真的这么厉害吗? 你懂什么?当初古那家伙创造世界的时候,并没有创造出冥界,冥界是后来自己形成的,没有人知道为何他会出现。 而被选中当上冥王的人,没有一个是简单的,想要成为冥王,过程是相当残酷恐怖的。 冥王也是除了古之外,第三个我不敢对付的人。 第三个?那第二个是谁? 行了,不开问的别问,有没有什么办法,可以让十三走不出冥界? 十三在冥界似乎比较受欢迎,冥王还为十三做吼动,想要杀他有点难。 你这样,统治他做好准备,随时可以出手了,当事情完成,我会为他开启通道。 是,大人。 十三,你的转世就是一个错误,这个天道迟早是我的,古这家伙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,为何一直查不到呢? 老江,好久不见,我可想死你了。 今天怎么有兴致来我这边了,是有什么事情吧? 嘿嘿,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,这小子是冥王亲自交代过的,让他通过三层炼狱之后准备重生。 不行,这小子身上的杀气太重了,出去之后一定是个祸害,我怎么可能助纣为虐呢? 老江,这事情还真不怪的。 什么,他将你的地狱之眼里的怨魂全部吞噬,太不可思议了。 我也不敢相信,但这就是真的,毕竟他是冥王亲典的人。 别冥王冥王的,你知道的,除非冥王亲自来交代,我会听吩咐,但你来了吗? 先陪我下一盘棋,赢了我就同意给他历练。 有下棋,你知道我这臭气篓子水平,怎么能下得过你? 那就没办法了,这是我最后的妥协。 行吧,那就说好了,一言为定。 你这样下去可是会输的,会下棋吗? 不会。 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? 前辈莫怪,我可以等。 所谓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,下棋者有下棋者乐趣,观棋者有观棋者的乐趣,你要从中体悟,另一种境界,棋局是从天地宇宙中演变而来。 你如果掌握了棋局,你就懂得了万事万物演变的道理,你就懂得自然之法,修炼也是如此。 演变之法,自然万物的演变。 呵呵,如此可见。 哈哈,我终于赢了,老江,你说话可要算话,答应给这小子进入天与山历练。 不用了,他已经历练完成了。 什么? 张伟,你实话告诉我们,十三世不是已经死了? 千语嫂子,你放心吧,十三哥没事的。 张伟,十三他是不是已经死了?你跟我说实话? 唉,嫂子,十三哥他确实出事了,不过你放心,我们真的有把握让他回来,只不过是后味道而已。 那他现在在哪里?我想见他。 多谢前辈指点。 哈哈,并不是我指点你,是你自己领悟的身,有多少人就算点拨了,都达不到你现在的成就。 至于以后的路如何走,还需要你自己定夺,不错不错,我突然有点明白,冥王为何如此看中你了? 你或许真的是解决幽魂的关键啊。 前辈也知道幽魂,可以跟我讲讲他们的来历吗? 时候未到,等时间到了,你自然会知道一切的。 老江,难道冥王过来找过你? 没错,不过冥王并没有说什么,只是让我好好待他,虽然只是简单一句话,但我知道,这小子是冥王重视的人,能让冥王使用特权重生的人,自冥界形成至今,根本就没有过,而让冥王心自出马的人,更是没有。 所以,我一看到这小子,就准备将我的毕生餐物传授给他,至于他能领悟多少,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 难怪啊,那你这盘棋是故意输给我的呀。 嘿嘿,输了就是输了,没有故意一说,这也是天道中本该发生的一环。 行了,天狱这小子过关了,你带他去人狱吧,我可叮嘱你一句,至今为止,还从来没有人见过人狱名将,真实的样子,所以你能不能顺利过了人狱,这就要看你的运气了。 大人,那个人狱名将,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,你们都不知道吗? 人狱名将,比较神秘,除了冥王,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,不过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很厉害的镜子,是用来专门惩罚人的。 什么镜子那么厉害? 可以让人看到自己邪恶一面的镜子,非常的霸道,所以我有点担心你,毕竟你可是吸收了整个地狱之眼的怨魂呢,那里面的怨魂,哪一个不是穷凶极恶的存在? 十三,你想到什么应对之法了吗? 走一步看一步吧。 地狱名将,你怎么有空来我这里,找我何事? 见过人狱名将,我想冥王应该已经跟你说过了吧,我是将人送到这里来历练的,就是这个小兄弟,他叫十三。 原来冥王让我接待的人,就是他,人也不怎么样? 任玉名将,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,我希望你没见识到他成就前,别这么早下结论。 十三,你跟任玉名将认识,我怎么感觉他对你有意见呢? 我也不知道啊,明对我是第一次来。 你回吧,他就交给我了,如果成功,我自会安排他的。 好,那就有劳人玉名将。 十三,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。 你跟我来。 任玉名将,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历练? 历练,你不是挺能耐的吗?你不是自认无敌的吗?为何你会出现在这里? 名将大人,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?我们难道见过面? 你忘记得倒是挺快,真是枉费英子的一片痴情。 什么?你认识英子? 当然认识,英子可是上任明王,同时也是我的好姐妹。 呃,你的好姐妹,这个,你…… 哼,以貌取人。 你,你是名将,你怎么是个女的? 怎么,女的就不能成为名将了? 不不不,我不是这个意思,只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,你刚刚还是那种样子,难怪外人都说人与名将非常神秘。 名界虽是个强者为尊的地方,但难免会有人不满被女性同管,为了能让下面的人听话,我平时只能幻化成大老粗的样子。 十三,英子他还在吗? 英子为了我,已经消失了。 唉,虽然猜到了,但总是抱有幻想,英子为了你放弃明王的身份,甘愿跟你进入轮回,等你掌握天道,一定要将他复活之道吗?不然我第一个不放过你。 不用你交代我也会这么做的。 哼,大话说得好听,要知道,你现在已经是死人一个了。 唉,算了,我带你去历练吧。 这个叫做乾坤镜,可以找出真正的自己,非常的可怕,在他面前,除非至善之人才有可能活下来。 我刚刚就想要问你了,你为何身上的杀气如此的重?你这样的话,根本没办法完成历练啊。 我吸收了整个地狱之眼的怨魂。 什么?那这个乾坤镜,你是万万不能照的,他会在瞬间毁了你。 让我试试吧,就算不是为了我自己,我也要为了英子试一下。 要不这样吧,我直接就说你历练成功了,就当你合格了,我就可以了。 谢谢你的好意,不过我必须要自己历练结束,为了所有人,我必须要成功。 你怎么这样这样呢?哼,不管你了,死了算了。 做好准备,我要开启了。 是他们先动手的。 哈哈,我要杀了你,这一切都是我的。 呜呜呜,放过我吧,我下次一定不敢了。 十三,守住心神,那是你体内怨魂的过去,并不是你。 十三,你不能被他们占据心神。 十三,你听得到我说话吗? 我,我坚持不住了。 呜,十三。 完了,一切都晚了。 对了,冥王,现在只有冥王可以救十三了。 这,这到底怎么回事?那是什么力量?为何这么强? 十三,你还好吧? 我这是成功了吗?这里面怎么还有一个人? 那是天,天尊。 你,你没事吧?刚刚是什么情况? 我都打算找冥王大人了。 可你突然就从镜子中出来了。 对了,镜子中刚刚为何会出现天尊? 你前世是天尊吗? 天尊?你确定刚刚那不是天尊? 有能力将你从乾坤镜解救出来的。 除了冥王,估计也只有天尊了。 真没想到,你竟然是天尊转世。 你刚刚看到的那个确实是我的前世,不过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成为天尊的,我现在内心的谜团比你还多呢? 原来如此,真没想到,我的前世竟然是天尊,可为何成为天尊的我会被创世尊打败呢? 你还好吧? 没事了,这次要谢谢你了,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历练成功。 并不是我救了你,是你自己救了自己,恭喜你,历练成功了。 太好了,终于通关了,我终于可以重生了。 你通过了三层炼狱考验,你的实力也会提升,你现在感觉不出来,要等你重生后才会显现出来。 行了,今天你休息一下吧,明天我就带你去轮回狱,相信冥王已经交代好了吧。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,十三已经通过三层炼狱的考验了。 真没想到,一个仙君竟然这么容易就通过了,冥界的三层炼狱也太容易了吧,冥王有没有出手? 没有,就连乾坤境历练中,十三最后差点没挺过来,冥王都没有出手,但冥界的很多人都知道他, 知道他有冥王罩着,也都很罩不得,不过据我了解,每一项历练都是他凭借真本试渡过的。 哼,那是必然的,毕竟前世可是在最后关头突破天尊的人,怎么可能会简单? 我这一身伤都是拜他所赐,这一事不能让他成为天尊,不然我们都得死,以那边有没有什么安排? 现在想要杀掉十三并不容易,我想冥王会一直盯着他,直到他安全重生,想要在冥王眼皮底下杀他。 原来,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? 小的倒是有一个办法,虽说不能杀了十三,但可以让他重生失败。 哦,快说说,什么办法? 哈哈,妙,果然妙,就这么看,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,事成之后,我会让你直接成为幽魂的圣尊。 多谢创始尊大人。 宁将大人,轮回玉是不是有个孟婆,端着一碗孟婆汤让人喝,喝完之后就会忘记前世,顺利轮回呢? 跟你说的这些差不多,轮回玉确实是消除别人记忆的地方,而你口中的孟婆应该就是妖婆了。 妖婆? 没错,她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,她的能力就是用汤让人忘记过去,大家都习惯叫她妖婆,这么多年了,她也欣然接受。 这个妖婆是什么样的实力? 跟明帅差不多等级吧,用你们实力划分的话,应该属于圣尊器吧。 圣尊器吗?那冥王是什么等级?天尊? 不清楚,没人看过,现任冥王出手过。 十三见过明,江大人。 哈哈,你是冥王看重的人,不用这么客气,我叫黄爵,你以后叫我黄大哥吧。 好,黄大哥,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重生呢? 哈哈,急什么,在你重生之前,不介意跟我喝上两杯吧,紫荆妹子要不要一起啊? 这,任御名将,黄大哥他。 黄大哥是为数不多,知道我真面目的人,多谢黄大哥好意,我手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,下次再打扰黄大哥吧,之后的事情就交给黄大哥了。 十三,你自己保重。 哈哈,放心吧。 谢谢你。 走吧,好久没人陪我喝酒了,可馋死我了,痛快,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酒了。 怎么样,十三老弟,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吧? 当初冥王说,让你通过三层炼狱历练的时候,很多人都不相信你能完成,没想到,咱们都看走眼了。 运气好罢了,对了黄大哥,冥王是怎么安排我重生这件事情的? 冥王早就安排好了,不过在你重生之前,你就不想见识一下吗? 见识一下? 见识什么? 当然是轮回欲最核心的地方,也是最神秘的地方,轮回眼了。 这不太好吧? 哎,这有什么不好的? 难得碰上一个跟我性格相合的人,就这么说定了,吃完饭带你去见识见识,来接着喝。 这里就是去轮回眼,必经之路,不过现在已经过了轮回时间了,所以没什么人,对了十三,你跟冥王认识吗? 不认识,我连冥王都没见过。 那冥王为何会同意让你重生? 我并不清楚,不过冥帅大人曾说过,只要我通过历练之后,需要我帮着做一件事情。 什么事情? 没有说,只说在我轮回前,他会告诉我的。 孟婆大人,你怎么在这里? 我一直都在这个地方看守着,难道你想让我换个地方吗? 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以为今天没有人过来轮回,你应该不在这里的。 哼,你就是冥王让重生的那个小子。 晚辈十三,见过孟婆前辈。 嗯,不错,还挺懂礼貌的,行了,知道你今天重生,冥王让我在这里等你,把这个喝掉吧。 喝完了,就赶紧回去休息,等明天进行重生仪式。 孟婆大人,冥王好像没有交代需要让十三喝什么吧? 哼,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? 小的不敢,十三,既然是冥王的吩咐,你就喝了吧。 行了,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,你没事不要瞎溜达,轮回眼可是很危险的。 多些前辈关心,我会小心的。 十三,前面这个就是轮回眼了,只要进入这里,那就会进入轮回。 这里就是轮回眼吗? 十三,你看我今天漂亮吗? 十三,我很开心能做你的妻子。 十三,你要照顾好自己。 因此,等着我。 十三,你怎么了? 没事,可能想起一些伤心事吧,但不知道为何会浑身乏力,不应该啊。 呵呵,十三,想不想继续轮回啊? 你这是什么意思?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?毒酒吗? 放心,既然冥王不想让你死,我怎么会傻到在冥界杀了你呢? 给你喝的酒没毒,不过我加了点东西。 什么东西? 一个叫做忘忧的丹药,喝完之后,你就会忘掉烦恼。 当然,你也会忘记一切,成为一个别人眼中的白痴。 怎么样,是不是挺好的? 哈哈。 你,你好狠毒,你这么做,就不怕冥王发现吗? 哈哈,我早就做好万全准备了。 等你进入轮回,我就会去到无上界和创世尊一起占领天下。 你如果感动我,我一定不会防过你的。 想杀我,别说你现在都没有力气,就算你有力气也杀不了我。 你知道吗? 一旦进入轮回眼,你之前所有的东西都将荒废,任何人都救不了你,包括冥王。 妖婆也跟你是一伙的。 妖婆的出现确实在我意料之外,不过最后,她也只是让你喝了点东西,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,但丝毫不影响事情的结果。 十三,今日你必入轮回,你说我给你投入什么通道呢? 这个不行,一进入就会去到无上界,这个也不行。 再让你转成普通人,你的那帮小伙伴一定会找到你的。 对了,畜生道怎么样,不知道哪个小东西能有幸沾到你的光呢? 嘿嘿。 哦。 给她喝了吗? 嗯,已经让十三喝下了,创世尊的药对十三已经不构成威胁了,不过十三进入了畜生道,投成畜生后,想要重生的话,有点难啊。 没事,会有人出手的。 你既然知道她是创世尊的人,为何不出手解决了她呢? 创世尊好不容易搭好一个台子,总要让对方唱完吧,安排明帅他们出手,将黄诀解决了,弄得干净点。 明白,那十三那边怎么办? 不急,有个人等她好久了。 创世尊的本事还真大呀,竟然串通了明界轮回域的明江。 那怎么办?叔叔,要不我们去一趟明界吧? 现在过去已经晚了,十三已经进入轮回了,不过明王应该已经也发现了,他没有出手,就说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 可十三已经轮回了,还如何进行重生呢? 放心吧,创世尊有他的办法,我有我的办法,时候一到,我自会前去。 我,我这是又转世轮回了,还成了一只兔子,不是说我会忘记一切,变成白痴的吗? 为何我还记得之前的一切? 可怜的兔子,这一定很疼吧,我马上就能医好你。 嗯,这是法术,对方难道是无上界的人? 我很好奇,一只兔子身上为何会有这么大的杀气,还是来自明界的气息,我如果没猜错的话,你应该是拥有人的意识投胎的吧。 你能听懂我说话,太神奇了,以后你就跟着我吧,你的杀气太重,容易成妖,以后我就叫你小黑吧。 小黑,你可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,这么多年了,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,当初叔叔跟我说过,在这里可以等到他,哎,不知道还要等多久。 想知道我的故事吗? 数十年前,那场大战带走了他,很多人为了复活他,开始了一系列的计划。 我本想着跟他而去,可最后关头被叔叔救了下来,他安排我到这里,叔叔是个了不起的人,这世间就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。 叔叔说,我在这里一定可以等到他的,可这么多年过去了,却毫无音讯,你说我还能等到吗? 小兔子你知道吗?我等的那个人轮回了九世,我知道他身边有很多家里,但这丝毫不妨碍,我喜欢他,虽然他只把我当成了妹妹。 轮回九世,这不就说的我吗?难道他等的人是我?太好了,终于有救了。 你这是怎么了? 干,我真的太蠢了,变成兔子九了,差点把写字给忘了。 你是想写字告诉我吗?呵呵,还蛮聪明的。 十,十三,你到底是什么人?你怎么会知道十三的?难道你,你等等? 丫头,好久不见,这些年你还好吗? 叔叔,你说我会等到十三的,为何等来的是一只兔子?还有? 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让十三知道,先让他睡一会吧,其实这些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 难道还有你算不到的事情?你不是已经掌握天道了吗? 我不是天道,天道可不是那么好掌握的。我当初就说过,想要掌握天道,只能交给十三。 十三这次在冥界出了点意外,这或许是他本该经历的一个劫难。 不过现在劫难已经结束了,十三的王者之路也该重新回归了。 叔叔,你当初将我安排到这里,是不是怕我做傻事? 有这个原因吧,当年十三母亲安排你在他身边的,就是想要促成这一桩美事,可惜你们有缘无分。 我不想你太过惋惜,就安排了这次邂逅。 没想到,天道开了这个玩笑,居然让他变成一只兔子跟你见面,说到底,还是叔叔对不起你。 叔叔,别说了,我能够再次见到他满足了,现在还是说说,如何救他吧,他还能重生吗? 当然可以,用这个就十三。 这个难道是九优玄丹? 这是之前十三在死亡谷得到的,所以说也是十三自己救了自己,九优玄丹王可以逆天改命。 十三能承受得了吗? 如我在,他就能承受。 行了,十三已经回到明界了,丫头,你给我回去吗? 我对这里已经产生感情了,再说我回去也只会让他为难,我就不回去了吧。 哎,这又是何苦呢? 你醒了? 这,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 你醒了? 这,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 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吗? 这里是轮回眼,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? 我,我变成了一只兔子。 想起来了,怎么样,够刺激吧,这样的体验不错吧? 这可不是什么好体验,我以为我差点回不来呢,对了,之前你给我喝的应该是解药吧? 还不算太笨,以后机灵点,别什么人都相信,并不是每次都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 多谢前辈大救,黄爵呢,我要找他损账。 投靠幽魂,还将你送入畜生道,你以为冥王会放过他吗? 其实,当初黄爵跟创世尊接触的时候,冥王就已经知道了,不然你以为那碗解药为何会在那个时候出现? 冥王和我都知道,至于没有出手救你,是因为冥王说那是你本因经历的劫难。 你到底是什么人,为何对我的事情知道得这么清楚? 我叫水叶青,你可能并不记得我了,但我可是知道你的哦。 水叶青,阿水。 你还记得阿水吗?阿水不是我,那是我姐姐,别人都叫她水仙子,可惜我已经好久没见过她了。 阿水,为何这么熟悉?我,我想不起来了,你这么漂亮,为何要隐瞒身份呢? 像我这样的美女,被人看到了那不得对我有企图啊。 现在相信我了吧,我这么一个大美人,可不会骗你的。 行了,既然醒了,收拾一下跟我一起去见冥王吧。 混蛋,黄爵怎么还没来消息?大人不要着急,估计冥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? 要不然,黄爵不会不联系您的。难道这次的任务又失败了?如果是这样的话? 十三估计要回归了。大人放心,即便这次失败了,我们还有很多办法对付十三的。等十三回到无上界,我们就找机会抓活的。 这次一定要抓活的,上次我们都忽略了冥界。没想到让十三钻了空子,这次一定不能给他机会了。 很好,这段时间的三层炼狱加上轮回体验,感觉如何? 多谢冥王给我这次重生的机会。这次的经历大起大窝得太快,有点太刺激了。 你之前闯地狱之眼的时候,用的是一把神器吧? 没错,九幽混沌剑,我父亲留给我的神器。 对了,还记得历练之前,明帅跟你说过,需要你为冥界做一件事情吗? 记得,只要我能做到,我一定会去完成的。 错了,你能办到的事情,一定要去办。你办不到的事情,也要去办。这是你十三的职责。 办不到的事情,也要去办?这是何意? 救股救难,掌控天地。这是你十三的责任。这个世界是你十三的,你将来是要掌控天道的人。 为此,你必须要站起来,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,你都不能放弃,也不能有输的念头。 这几次你的失败,甚至包括这次死亡,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责任心不够。 你认为,别人会给你成长的时间,殊不知,这么多年中,无数的人都在为你的成长,做出牺牲。 无数的人都在为我做出牺牲? 以掌控天道不光,是为了复活因子。 还有无数在这次事件中,被创世尊夺去生命的人,这才是你十三该做的事情。 多谢冥王教诲,可能你说的现在,我还不能完全理解。 但我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,接下来告诉我,需要做什么吧? 这次是让你去取一样东西,同时也是困扰冥界多年的一样东西。 困扰冥界的东西?这东西,连冥王,你都没办法吗?那我又如何可以取到? 因为这东西只有你能取。 什么东西? 这鸭石,不过你要做好准备,那里可是有守护神兽开手的。 守护神兽? 它是冥界的守护神兽,厉害得很,那个东西就是它在看管的,当年那里可是两头守护神兽。 后来不知道是哪个混蛋,拐走了一只,现在剩下的一只脾气异常暴躁,任何人都不敢靠近。 十三,这次的任务可谓是相当艰巨,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 我怎么感觉,你说这话的时候,老盯着我看呢? 行了十三,你就告诉我你敢不敢吧? 如果我不敢的话,就不会在这里和前辈说这么多废话了。 好,痛快,守护神兽性格变化无常,有时候连我都要退避三射,所以说我是无法指点你的,一切都只能看你的运气。 废话不多说了,我带你去那个地方吧。 冥王说,一直往里走就能碰到守护神兽,可为何都这么久了,还没发现对方的踪迹呢? 小子,你是在找我吗?擅自闯入我的地方,你是不想活了吧? 前辈,在下十三,奉冥王的命令,前来取一件东西,还望神兽前辈可以成全。 哼,冥王这是自己不敢来,准备让你过来对我进行说教的吗?赶紧滚,今日我不跟你计较,你带句话给冥王,要是不找到当年那家伙,我说什么都不会交出镇压石的。 前辈,我要重生,必须要将这镇压石取走,希望前辈能给冥王一份薄面。 你还来劲了,你知道镇压石是干什么的吗?说给你就给你,这石头下面镇压的,可都是冥界看守的重犯,如果让你拿走石头,冥界可是会大乱的。 我必须要取走镇压石。 执迷不悟。 你到底是谁,为何会有天尊保护? 我想我的前世应该是天尊吧,不过我的记忆还没恢复,好多事情记得并不太清楚。 前辈,你怎么了? 是你,果然是你,这么多年了,你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,当年你拆散我们夫妻二人,如今你又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,你胆子可真不小啊,今日你终于送上门来了,我要你死。 巡妖,怎么是你? 巡妖,怎么是你?